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這個P點屬於第二向線 求K的範圍 所以說重點在這邊 他說這個P屬於第二向線 什麼叫P P是一個點坐標 括號在這邊 動點撇中間 前半部是A軸 後半部是什麼軸 這點坐標在第二向線 所以告訴我 A軸什麼號 負號 Y軸會是什麼號 正號 所以說是可以知道 第一個這A軸是幾 3K加1分之 K-1 這A軸會什麼號 負號 來第二個 Y軸一樣 K加2分之 2K-1 這Y軸什麼號 正號是出來了 寫到這邊時不要客氣 告訴我相除小於0 在數學當中 不知道相除小於0 可以改成相乘小於0 變K-1 乘上3K加1 加2 小於0 寫到這邊 不管大於小1 性害什麼 等於0 這兩個相乘是0 可見K-1 或是四起 負到三分之一 1大白 右邊 負三分之一小 白左邊 小於0 取中間 所以K-1 到幾中間 負到三分之一中間 這樣行不行 這也是一樣 相除大於0 可以改成相乘2K-1 乘上K加2 也會怎樣 大於0 這樣行不行 不管大於小 要性害什麼 等於0 這樣行不行 你去觀察一下 這兩相乘是0 可能它是0 或它是0 它是0K-2 它是0K-2 可以自己 負二 二分之一大白 右邊 負二小白 左邊 大於0 取這兩個數字 兩邊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麻煩你寫答案 K 要麼小於負二 或者 K 大於幾 二分之一 行不行 寫到這邊 第三個 麻煩你把這兩個答案 綜合起來 這樣行不行 來 你觀察一下 第一組答案 題目說 K接一幾 1 到幾之間 負的三分之一之間 這第一組答案 這樣行不行 第二組答案 題目說多少 K要比誰大 比二分之一大 這樣行不行 比誰小 比負二還要小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綜合一下下 好不好 那共同答案是哪一塊 這一塊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K接一到幾之間 二分之一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OK